哥哥发现给自己轻笑说话 他画的竟然是自己的妹妹 是什么体验 一年前无缩缘关系的妹妹沙武 来到了哥哥和全家中 第一次见面两人都脸红的互相打了招呼 可就是这次招呼以后 哥哥就在远门和妹妹见过面了 楼上又传来了剁脚的声音 此时哥哥已经准备好早餐 他和往常一样 把早餐放到了妹妹房间门口就去上学了 看到哥哥出门后 妹妹才打开房门拿起了早餐 时间很快来到了放学后 哥哥和全来到书店和好友老科 老科的过程中得知给自己轻笑说话插话的阿罗毛奥师 晚上要开直播 于是哥哥和全回到家中 给沙武做好份放在门口 然后兴奋的打开电脑准备观看直播 发面来到沙武一边开着直播画着插话 一边还扭着气息 当写着咔嚓一声 妹妹沙武的插话也画完了 然后妹妹打开摄像头 开始介绍自己画过的插图 和哥哥定睛一看 这不正是刚刚自己做的妹妹的晚餐吗 不如其来的变故 搞得哥哥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妹妹准备下锅了 可能是第一次直播美金面 妹妹沙武忘记关摄像头了 只跟镜头中妹妹沙武脱下面具 然后脱下外套准备换衣服 哥哥看见比较不好 于是拼命冲上二楼疯狂敲门 直到直播关闭后 哥哥才松了一口气 就因为这个契机 哥哥和穷终于再次见到了 一年每见面的妹妹沙武 和哥哥的直男发言 妹妹再次把她无情地关在了门外 时隔一年再次见到妹妹河全 非常开心 她来到出版社 拿出厚厚一打计划书 直接被编辑大骂有病 随后编辑给了河全一份 不知什么的材料 河全看后直接飞奔回到了家里 原来材料里是沙武给河全听小说话的 完结纪念画 河全来到沙武门前坦白了 自己就是那部新小说的作者 于是河全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妹妹 还有新被妹妹邀请进了她的房间 美少女的房间到底有啥呢 无非是白马 做的睡觉 可爱的玩偶 和我小时候 我妹妹以前的游戏机 各自听话的坐到了妹妹指定的位置 好家伙 这妥妥的妹空啊 两人聊着聊着话题也打开了 可沙武怎么就突然脸红了 难道妹妹是胸空 一个妹空的哥哥写着金小说 一个胸空的妹妹画着公口插画 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好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